然后把脊椎慢慢的拉直 我们也轻轻闭上 先观察一下呼吸的流动 所以如果你很难就是好好专心 比如说你的脑筋或思想 因为我们没有在课堂上 我们在自己的家 自己住的地方 就比较容易会分心 所以试试看你可以一手胸一手肚子 或者是把你的虎口框在你的肋骨 你去感觉你的呼吸 比较容易连接上来 所以在吸气的时候 试着把气吸到 吸到肚子 吸到后背 然后吐气的时候慢慢慢慢吐 所以其实呼吸 像我们外在的身体 外在身体很累的时候 可能可以透过按摩 透过伸展 去放松你的外在的肌肉 外在的身体 可是内部的器官其实也很重要 他们每天也都在帮我们做很多工作 然后让我们可以很舒服的过日子 所以当你的内部器官很累的时候 呼吸就是按摩脏气最好的方式 那怎么样让呼吸可以按摩到脏气 你要让你的呼吸就是再加更深一点 也就是你的肚子 肚脐下面小腹的地方 肚子跟胸口都要一起往上 然后一起吸饱 所以让横隔膜可以撑到最大 放松的时候吐气 他就有办法让肚子往内收 横隔膜上提之后 器官就会被一紧一松 一紧一松的在按摩 所以光呼吸 其实就会帮助你好好按摩脏气 好所以感觉一下你的呼吸 每一次吸气 你的前后的肋骨 有没有一起扩张 然后你的胸口跟肚子 都一起的往上停 气远上 中下 到肚子收紧 气完全吐光 在一个呼吸 吸气的时候 试着放松身体 比较有办法让你的肚子 同时也充满空气 还有后背 呼吸慢慢的放 所以跟着你自己的节奏 让你的呼吸深吸 深吐 并且感觉到你后背 后背吸进空气的开展 如果你已经可以抓到这个节奏 就可以试着把手心朝上 让肩膀跟脖子都放松 放得更松 然后维持深吸深吐的节奏 最后一个呼吸 然后我们把它吸得很薄 慢慢吐气的时候 我们把眼睛慢慢的张开 然后我们